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啊 欢迎收看今天2月12号的凤凰美中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12号是在华盛顿表示 IMF正在收集数据评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全面影响 希望看到中国经济V型复苏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首先向中国人民和所有新冠肺炎患者 表示诚挚慰问 高尔基耶娃表示 IMF已开始就新型冠状病毒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但仍在收集数据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IMF目前的预测是 随着工厂复工 中国经济将迅速复苏 他预计下周到沙特阿拉伯利亚德 同20国集团代表开会时 会有相关预测数据公布 高尔基耶娃指出 同Size爆发时相比 不仅病毒的传播方式不同 全球经济环境也大不相同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帆华盛顿报道 加州华裔众议员朱感生 日前是获得了湾区苗毕达学区 教委会颁发的奖状 表彰他多年来对学生们的支持与帮助 苗毕达学区教委会主席乔丹 将奖状颁发给朱感生 感谢他支持社区学生课外活动 以及邀请学生们去州府做客 朱感生表示 无论是他当年做教育委员 是议员还是现在的州众议员 提高社区教育水平 都是他工作的重心 尤其能够看到一些年轻的 后一代的孩子 不光是说在教育方面 不光是说在社区服务方面 不光是在他们的领导才能方面 组织能力方面 都有相当好的训练 跟相当好的经验 朱感生去年决定放弃连任 改为参选圣塔克拉拉县议员 他表示一些教育活动 想要在全加州推广 受到诸多限制 但在县内推广要更为容易 要有这种精神健康辅导员 这个法案 在州里头非常困难 但是我回到了康地以后 我可以跟不同的校区联络 然后合作 和大家分担这一部分的经费 然后开始从我们 硅谷这边的学校开始做起 方航卫视刘海平 苗碧达报道 多伦多名校 圣安德鲁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们 举办了一场风光摄影展 为帮助中国战胜肺炎疫情 出款线安心 就读于多伦多北部 著名男校圣安德鲁学院的 周龙凯和冯一新 在学校和摄影老师的帮助下 举办了一个名为 《洛基山之下》的摄影展 用他们的摄影才华 呼吁大家关注大自然生态 为正在遭受 新冠肺炎疫情灾难的 中国人民加油打气 在开幕仪式上 他们宣布将把展出的 所有作品全部异卖 筹款帮助中国抗灾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我也应该关注 这样方面的事情 于是我决定把这次的摄影展 不当当只做一个摄影展 而是把它作为一个 能够分享我们一些爱心 或者是能够参与这些活动的 一个方式 一个途径 这些作品都是去年夏天 他们去洛基山的班夫 和贾斯伯国家公园拍摄的 我觉得我的摄影更多是想 更多是想将这种 自然的美传递给大家 然后同时也是通过 我们摄影作品 来为目前社会上的一些情况 来做出贡献 就好比说中国 现在武汉 发生了新冠肺炎 出席摄影展开幕式的 中国著名摄影师张千里 充分肯定学生们通过摄影作品 所反映出来的正能量主题 他们两位能够利用自己的照片 去唤醒大家对于环境 对于人类的一些思考 或者说是一些保护的 这样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真正找到了 摄影的意义 他们现在这个时候 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 去进行一个意脉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想 尽我们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去帮助他们去实现这个愿望 开幕式现场 一部分作品 就被热心的刘先生买下 其余作品将通过 网络慈善军政平台拍卖 凤凰卫视 腾中琴 多伦多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拉干一组综合快选 昨晚的新汉布什尔州民主党初选 桑德斯以微弱的比例胜出 而华裔参选人杨恩泽得票率不到3% 宣布退选 杨恩泽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表示自己是个擅长数学的人 当晚的数字告诉他们赢不了 所以宣布终止选举工程 但他强调这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新的起跑线 杨恩泽又表示将支持民主党初选胜出者 他此前受访时表示 还没决定是否支持其他参选人 不过愿意成为他们的竞选搭档 或者在未来加入总统内阁 现年45岁的杨恩泽是台湾移民后代 竞选前为科技企业家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 参加总统大选的华裔参选人 曾提出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 给每位美国成年人每月1000美元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 2021财年预算为7054亿美元 比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初 增长了354亿美元 预算中6354亿美元是基本国防开支 另外用于海外应急行动 即战中预算的金额为690亿美元 虽然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新国防预算 比2020财年减少了130亿美金 但是与特朗普三年前上任时相比 美国国防预算已经显著增长 从2018财年6700亿美元 上升到2020财年7120亿美元 根据预算报告 2021财年五角大楼将投资 569亿美元购买新的战机 另外五角大楼希望获得 322亿美元拨款打造海军 现代化舰队 在地面作战能力方面 五角大楼申请69亿美元 购买5444辆作战和战术车辆 另外美军还将赤资79亿美元 扩大导弹防御能力 应对导弹威胁 180亿美元用于确保外太空的安全环境 美国邮政署宣布 及时起停止停收 寄往中国内地 香港以及澳门的邮件和包裹 美国邮政署指 由于航空公司相继暂停 到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航班 派送邮件及包裹 遇上极大的困难 停收邮件措施 会直到运输能力恢复为止 至于美国主要快递公司 由于有各自的货运机队 借往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 快递服务暂时没有受到影响 而美国航空公司也宣布 将取消美国往返中国内地 和香港航班的安排 延长至4月下旬 美国航空解释 调整班次 主要是因应航班需求量下降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蔓延 真新闻 假消息满天飞 民众难以判别 但本周开始 在纽约时代广场 机器人开始为市民服务 解释病症 以及提供预防和应对方法等资讯 排解人们的恐慌 这台1.5公尺高的机器人 并非用来检测病毒 而是通过让民众 使用它胸前的触控音频 来填写简短问卷 甚至与机器人进行对话 如询问民众 是否出现如发烧等一般症状 来协助提供病毒相关的资讯 这台机器人 是由一家总部位在滨州费城 由俄罗斯团队经营的 新创公司打造而成 这家公司专门开发商用自主服务型机器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3D的最新消息 12号晚 湖北省通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进展 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中军表示 他们医院在不到10天时间 从北京连续三批向武汉运去价值1500万元 针对重症患者的设备 并派出5批153名医护人员 援助武汉抢救危重病人 同时针对一些药物 包括瑞德西韦开展临床试验研究 另外北京协和医院方面也表示 目前协和医院整建制承接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 传染病重症加强病房 协和医护人员有164人 当中很多都有SARS疫情战斗经验 院方将充分利用综合优势 专家优势最终达到减少人群死亡率 增加治愈率的目的 在香港12号晚有暴徒 借口反对设置肺炎诊所 在黄大仙区聚众堵路 警方到场驱散 致服多人 晚上约8点 富山村有蒙面黑衣暴徒 用椅子垃圾桶等杂物堵路 防报警员随后到场清理 并进入乌村内巡逻 检查可疑人士带走多个人 香港政府早前宣布 把当区的东九龙诊所作为指定诊所 接收轻微发热 及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病征的病人 有人借此煽动堵路闹事 警方谴责违法行为 又只暴徒肆意用垃圾桶堵路 罔顾公共卫生与抗疫工作被盗而驰 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13至16号 强寒烧天气将自北向南吹袭 中国29个省市预计将受到影响 出现雪雨和大风 强降温天气 13到15号 西北 华北 东北 黄淮 江汉 江淮等部分地区 将出现雨或雨加雪转雪 其中 津津意一带可能达大到暴雪级别 为京东最强降雪 同时 江南 华南与势不减 另外 由于中东部地区前期升温迅速 此次强寒潮将带来过山车式大幅降温 13到16号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将普遍降温8至12度 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4度以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阻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三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高 三大股指均创下盘中雨收盘记录新高 投资人密切关注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连续两天在国会的听证 也表示对美国经济继续扩张 具有信心 同时他也表示 美联储对于全球疫情的情况 是进行了一个严密的监控 那么在今天是提振了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情绪 也提振了市场整体的走势 而在大盘方面 今天道指方面受到选情的左右 今天联合健康集团是大涨超4% 同时一些大型的零售商也是表现不错 包括耐克以及沃博联 都是上涨近3% 另外包括苹果以及卡特比勒 在今天是上涨2.5%左右 那么道指盘中的能源类个股 和工业类的个股是普遍的走势不错 医保类的个股则是一定程度上 要错略的道指 其中莫沙东制药是下跌2.4% 而货业制药以及旅行者保险 也是表现不佳 那些金融类的个股在尾盘是下跌作收 那么同时标普外指数方面 今天能源板块科技板块领涨 上涨1%以上 而非必须消负民板块 工业板块及电讯板块 都是涨幅居前 另外今天传统的币先板块表现不佳 其中必须消负民板块是全天领跌大盘 收盘人下足约0.07% 那么公用事业板块 今天也是全天表现 不加不过尾盘转涨 最终收盘是基本走平 而有期货价格今天是大幅收涨2.5% 黄金期货价格收割0.1% 明年指数也是小幅走高 而今天中概股是集体收高 其中包括阿里巴巴上涨3.39% 青冬上涨2.11% 而微博 新浪以及百度和蔚来汽车 都是上涨2.5%以上 以上就是星期三每个股市情况 富豪卫视议臣亲尾 纽约报道 接下来看由EmerTrade提供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北美现代汽车在洛杉矶举行试驾会 让民众抢先体验的2020年新款 Sonata和Venu两款车型 当天的试驾会上共推出了两款新车 其中一款是四门中型轿跑车Sonata 另一款是休旅系列最新款Venu 在发布会上 现代汽车代表向来宾介绍了 这两款车所搭载的全新系统 与各项独特的创新 包括全新的SmartStream G2.5 GDI引擎 以及可客制化的极具内首创科技 包括数位钥匙 隐蔽式照明灯等 其中2020款的Sonata于今年9月 在阿拉巴马州的现代汽车制造厂 开始量产 并于10月开始销售 而Venu则引入了先进的信息娱乐系统 并配备8英寸的触控屏幕 以及后视摄像机 同时搭载新型SmartStream 1.6公升 双端口喷射四缸引擎 在改善燃油经济性及减少排放的同时 为驾驶者提供121匹马力 以及每英尺113磅的扭力 尤其中央车制造厂 尤其中央车制造厂 北美现代汽车的总部 位于加州喷泉股 是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的分公司 其公司的宗旨是借由销售每一台车 为客户提供设计 工程 以及价值上的卓越体验 现代汽车附有尖端科技的房车 休旅车 以及替代能源车款 皆具有现代保固计划的背书 现代在全美有超过830间的经销商销售 并且大部分只有在美国本土的工厂制造 凤凰卫视连汉琴 洛杉矶报道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在鸾杭市举行感恩捐赠晚宴 以答谢众多支持帮助中国战胜疫情的捐赠人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 蔡崇华在晚宴上介绍 自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 并迅速蔓延以来 目前国内医疗物资紧缺 急需物资和资金的支持 而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积极响应 发动所有成员社团和侨领 通过各种渠道向疫区捐款捐物 而如今第一阶段的募款 已经接近8万美元 成员社团直接向中国国内相关部门 捐款6万3500美元 并捐助包括6200套防护服 28万4650只口罩在内的 总加值40余万美元的物资 当然我们这个爱心 还在继续的前行 我们还要继续发动大家 来组合一些爱心 我们希望这个疫情早日能够 过去 能够中国各个地方 能够对付正常的 生活 深长的持续 我想在中国政府 总和人民的高兴总统之下 在海外调报的大力 进行下 我想这场抗击疫情的战争 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与此同时 联合会共同会长徐晓峰还表示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原计划举办的元宵晚会 也因为疫情的原因 改为捐款晚会 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踊跃支持 不断刷新捐款金额 随后协会理事长江晓东 也一一宣读了捐款名气 并感谢这些成员社团和个人 为抗击疫情所做出的贡献 冯红卫视林漢琴 洛杉矶报道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2020地方选举 美国华裔民选官员协会 是于近日举办了候选人媒体见面会 当天总共有14位华裔候选人 出席了午餐会 到会的候选人包括国会众议员候选人 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候选人 以及市议员候选人等 他们依次上台介绍自己的参政经验 以及分享竞选的心路历程 并表示希望胜选后 替更多的华裔民众发声 柔斯密市市议员劳朱嘉义 天普市市议员文上成等 也出席了当天的参会 并以过来人的身份 分享了从竞选到上任后的经历 今年有更多的华裔选人 这是非常好的事 因为我们华裔要争取很多平等 和很多政治上的待遇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很多不平等的环节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争取 我们应有的权力 应有的权力 所以我希望他们做得很好 精神成功 就跟我们华裔做多一点事 陈赞欣还表示 虽然大多数美国华裔民选官员 在市议会 学区教委 社区大学 水务局等多个城市及机构 藉由掌握地方决策的职位 而面对在今年3月份 共有60位美国华裔候选人 参选的地方选举 身为华人 陈赞欣深深体会到候选人 时常面临的困难 因此他希望借由这次活动 让优秀的华裔候选人的证件 得到更多的曝光 让整个华裔社区 更能了解各地候选人的资讯和证件 凤凰卫视 林漢琴 洛杉矶报道 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想请登陆iPhone1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